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肌肉呢 叫做胸缩乳突肌 叫做sternocled mastoid muscle 很难念啊 很长一大段 但是你把它切开 sternocled mastoid muscle 把它分成三半 给它一念 这个就出来了 这个叫胸缩乳突肌 对 SCM 中间有一个身体的O 前面是stern 这个是胸 表示胸骨 中间呢 CLE开头这表示锁骨 最后一个mustoid 就是乳突 胸缩乳突肌 注意啊 这个叫胸缩乳突肌 以前好多同学 这个大概骑马道汉 直接告诉叫胸缩乳突肌 没有啊 没有乳头啊 就是人家叫乳突 记住了啊 不要闹这个笑话 虽然考试的时候 不考这个中文 但是呢 我们说中文的时候 要知道这个专业啊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节奏 叫胸缩乳突肌 为什么叫胸缩乳突肌 是因为它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咱们也语录均瞻啊 这个今天拿了一个 带这个头巾的一个头像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提示啊 各个族裔的 咱都看一看啊 好 Mustoid process 这process是突出物 这Mustoid就是乳突的意思 在这儿 有一个尖 这个尖在这个骨头上 这个骨头叫什么骨头呢 大家记不记得 头骨上这个位置 这是什么骨 涅骨 所以大家记就记一串 这个叫涅骨乳突 涅骨乳突 只有这个涅骨才有这个乳突 但实际上这个身体当中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叫乳突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就记这个比较常见 考试当中也比较常出 叫涅骨乳突 一说这个乳突在哪 在涅骨上 可不在枕骨上 大家注意啊 很多同学认为这个东西在枕骨上 没有 没有在枕骨上 它牵扯的位置叫做涅骨乳突 Mustoid process 记住了啊 另外两个点呢 一个叫做 胸骨 另外一个叫clavicle 锁骨 锁骨 大家看这个锁骨也很好记啊 两个CL 像这个两边这个锁骨一样 CLCL CLABICLE 这是锁骨 胸锁乳突肌就是这么来的 三个附着点 肌肉也非常好认 虽然呢 它不算最前表 但是呢 也很明显的一个肌肉 很strong的一个肌肉啊 我们侧脖子的时候啊 尤其是客人躺下的时候 一侧脸 我们就非常明显的能看到 这个胸锁乳突肌 大家注意看到的这个突出的肌肉 就是胸锁乳突肌 胸锁乳突肌还是我们这个落枕啊 经常 出现的要治疗的一个目标性肌肉 大部分落枕呢 都跟这个胸锁乳突肌有一定关系 精卵姿势不对啊 所以说呢 脖子疼 跟它有关系 所以大家呢 要注意 无论从实践上 我们遇到的客人 还是呢 对考试 这个胸锁乳突肌呢 都是比较重要 比较重点的一个肌肉 所以大家务必要把它所有的知识 都掌握 所有 好 我们看一看啊 实际的起源 Organ 叫做Mainel Bram of the Sternum 胸骨饼 胸骨饼 大家主要记这个胸骨 Sternum 这个胸骨 把这个胸骨这个字要记得非常熟啊 非常熟 胸骨饼 这个饼 能记得下来呢 能认识的呢 最好啊 实在记不住的话呢 我们至少要把这个胸骨记住 它从哪儿起呢 从胸骨和锁骨起 从胸骨和锁骨起 然后到达乳突为止点 大家注意啊 不是从上向下 是从下向上 以正中线脊椎中心侧为起点 约靠外为止点 锁骨呢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 CloverCore CL开头 CL结尾 两个CL的 像两个锁骨在这横着 所以呢 这个叫锁骨 我们记单词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单词不好记 但是呢 我们看每一个单词的时候要找它的特点 就像我们记中文一样 像这个锁字 对吧 你先记着有一个金字旁 然后右边有一个锁 所以呢 这个叫锁 那我们记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记英文也是如此 起源 Ogan起源 锁骨胸骨饼 Insertion 直点 你叫插入 大家注意这个词 叫做Mastoid Process 而且呢 它是 Of the Temporal Bone 叫聂骨的乳兔 聂骨的乳兔 大家注意啊 一定是聂骨的乳兔 聂骨的乳兔 这个是聂骨 聂骨乳兔 这个尖 这是聂骨的乳兔 在这儿 还学过一个地方叫什么下额骨的贯兔 大家记不记得啊 在这儿啊 这是下额骨的贯兔 不是一个地方啊 动作 Action 分为两组 一组叫做单侧的 Unlettered Lettered 是外面 就是侧面 UN开头 Unlettered 就是单侧 所以这单侧收缩的时候呢 Rotation to Upside Side Up OPPO 一看到这个 当成人家 对侧 对侧 对立面 Rotation 旋转到对侧的时候 单侧收缩 它要旋转到对侧 大家看这个头啊 什么叫旋转到对侧 就这样 转头 转头 转到对侧的时候 是这个单侧收缩 从锁骨 胸骨 到乳兔 这儿有这个胸瘦乳兔机 它一变短 头向对侧转 大家注意啊 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什么叫对侧呀 比如说我们这是 左侧的胸瘦乳兔机 收缩的时候 头向哪啊 向右转 向右转 然后右侧的胸瘦乳兔机收缩呢 头向左转 大家想一下啊 是这么一个动作 是这么一个动作 我们看这个图呢 也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是左边的胸瘦乳兔机 机收缩 头向右转 所以呢 本来它是斜着的 斜插过去的 它一转头 变成直的了 大家明白吧 我们这个后脑上 耳朵这个部分 这个乳兔这个尖 扭到中线上来了 所以呢 中间线 直线 肯定比这个斜线的 觉得要短 所以呢 单侧收缩 它是向对侧旋转 这一定要搞清楚啊 经常会拿这个东西来问 好 lateral flexion 同侧区 向外区 to same side 什么叫同侧区啊 比如说 举例 也还是以这个左侧 胸瘦乳兔机为准 左侧收缩 它向左边 区 当头不转的时候 歪头 如果不转的话 它是做这个动作的 如果要是转的话 它是这个动作的 大家注意啊 它是这个动作的 所以呢 歪头 转 这是最短 又歪头又转 这是最短的啊 相反 右面 单侧区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好 这是说单侧 unlateral 双侧呢 叫做 belaterally un代表单 bi代表双 代表双 双侧的时候是什么呢 叫flexor of the cervical vertebral cerbral vertebral是什么呀 颈椎 verbal是椎体 cerbral是颈部 颈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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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呢 说的是头 颈椎 比如说我们双侧的收缩 两边都收缩 这个头干嘛呀 低头 低头这个动作啊 低头这个动作 好吧 协动机啊 sinergist 斜脚机 scalinist 斜脚机和它是斜动机啊 方向位置都相似 对抗机呢 antagonist 对抗机是 头甲机 这两个在哪儿 我们看一下啊 在后面啊 头甲机和斜方机啊 这是斜方机 实际上说的是斜方机上部分啊 头甲机在这儿啊 头颈夹机都在这儿 那么为什么它和 性错乳突机是对抗的呢 大家看这个位置就能知道 一个是向前 一个是向后啊 所以呢 它们是对抗 所以呢 这个对抗 对抗 还有协同 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一个 具体的动作 好 所以呢 在这个 协同和对抗啊 说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有具体的动作啊 没有具体的动作 无从谈起 它是协同和对抗 大家注意啊 没有绝对的 协同机 绝对的对抗机啊 就是要在某一个动作的范围之内啊 才会提到这个东西 好 修索乳突机呢 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啊 方方面面都有 比如说神经归属啊 Innovation 叫做 Accessary No 叫副神经啊 这个副神经呢 是12对脑神经当中的其中一支啊 副神经当中的静之啊 在我们的这个 静部啊 副神经 副神经啊 如果这个如果要是想增加一下知识量的同学呢 可以把这个单独记一记啊 涉及到了 那大纲当中呢 有有这个知识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现在还没有听说考到这样的题啊 所以呢 大家作为一个附加的知识了解一下啊 神经 它属于副神经啊 12对脑神经当中的一支 血管 Blood vessel 血管 属于 Cratid atrium 颈动脉 颈动脉和 Antenor Jobler Vin 颈内动脉 好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啊 颈动脉和颈静脉用的词不一样 人家说都是一个脖子 怎么换了这么多字 它就这么规定啊 从这个希腊语转过来的啊 咱也不跟他较真了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颈动脉 颈静脉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呢 单独记一记 由这个单词本的同学 把这个单独写一写啊 修作褚多脉这个位置啊 因为它在脖子上 在颈部啊 所以呢 它牵涉到颈动脉和颈静脉 颈动脉和颈静脉 在这儿 红的蓝的 在这个位置 呼吸系统 Respetary system 呼吸系统 叫做 吹吹 气管 气管在哪啊 在这儿 在这儿 气管 气管 所以呢 它的位置离气管比较近 呼吸系统啊 气管比较近 这气管怎么记啊 TRA念吹 吹 吹 吹出来的 就是气管 气管 吹吹啊 就是气管 所以呢 这些词呢 我们要拟生记一记 也是一个特点 除了气管 除了这个气管之外呢 它的特点是多腹肌 什么叫多腹肌啊 因为它有几条啊 胸锁乳突 对吧 胸锁乳突 所以至少它一个 胸骨一条 锁骨一条 对吧 哎 这是多腹啊 身体当中有这种多腹的 有很多啊 好多 像什么股二头 股三头 对吧 它都不止一个肌腹 好 斜径 Tartelist 斜径 斜径 T O C O T O C O 斜径 或者你记两个T T O R T I C 也可以两个T TT T T O C O Yes 这是斜径 斜径就是歪头啊 斜径就是歪头啊 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 头歪过来了啊 这就是斜径 为什么呀 我们说胸锁乳突击 紧张的时候单侧收缩 它不就是歪头吗 对吧 好 它这个位置离哪近呢 胸阔出口 胸阔出口 胸锁乳突击 胸阔出口在哪呢 就在这 对吧 这个胸龙 肋骨上面出口 这个对方叫胸错出口 所以它离胸阔出口比较近啊 叫做 Toric 叫OLED 胸阔出口 胸阔出口呢 有一个病叫做 胸阔出口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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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扯到的肌肉啊 病症牵扯到的肌肉呢 是膝脚肌和这个胸小肌 那么这个胸阔出口肌和胸阔出口综合症有什么关系 没有病症的直接关系 只不过他位置在这儿 你明白吧 他位置在这儿 跟他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他就是在这儿 人在这儿而已啊 不打仗啊 好 以上呢 就是这个关于胸阔出口 胸阔出口综合症 就关于这个 这这个 胸索主毒基 啊 胸索主毒基 啊 胸索主毒基的一些基本概念啊 大家在复习复习啊 胸阔出口 这个位置 斜径 读腐肌气管 呼吸通知气管啊 血管当中的颈动脉和 颈内静脉啊 这个呢 偶尔有人遇到过这类似的题 啊 大家呢 就是作为一个 扩充知识看一看啊 扩充知识看一看 神经的话呢 现在还没有说到啊 副神经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对抗基和协同基 这个好的比较多 啊 胸索主毒基的协同基是谁啊 做什么动作 对抗基是干嘛的 而且他的单侧双侧的运动方式 他的出入点啊 他的起点和止点 大家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啊 最关键呢 记这个肌肉 还是以他的这个位置图像为准啊 先记他的这个图像位置 然后呢 慢慢的再记他的细节 先把这个图像印在脑子里 一想知道这个东西呢 叫做胸索主毒基 然后再记这个单词 通过这个单词呢 再扩展开来啊 他的起点止点 他的运动方式 他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啊 把这些东西记清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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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